中国女杨明最震撼的绝杀终于上演了 让东道主掩面哭泣 所有的球迷还有中国女兰的全体队员为之沸腾 这场比赛是中国女兰非常精彩的大对决 在客场击败了东道主西班牙 也是含蓄的成名之战 这场比赛在现场到底发生什么 咱们一起来看比赛 来到这个第四节之后呢是4144对方还是领先 咱们突到内线 持起来这个球再来打 好的打手反规 这样的话呢咱们是要到两个罚球 第四节的这个犯规还是相当重要的 好的来了 好球再来一个 四十二 没有了法跑了 这球出界对方的球权 好的防过来看里员 对卡位置 嗯抢眼或挡拆对方 自己这个跑重位置了 外线三分球定点投射没有进 含蓄给里员再传球 球差点没断掉 寄听回来 热球传不动了 找机会跑起来 好球 罚球线没有 含蓄抢篮板来了 这个球又是犯规 看含蓄的罚球 好的含蓄再来 看下十四分 发梦了呦 四十三四十四还是落后一分呢 对一人盯一个 我还是往外线传球 直接投了 还去抢了满给里员 传球被断掉了 大夸步 把里员给缝下来了 直接撞飞了 继续 还是打外线 对方还是通 想要通过外线三分 来改变这个现状 内线打不了 四十三四十六 对方还是领先 韩蓄被两个人包住了 没有办法打 好篮板球 哇 韩蓄抢过来 好球啊 来了 外线三分 感觉韩蓄进不去 对方抢的篮板赶紧回防 这个投篮命中率 还是稍微弱一些 这优势期啊 毕竟还是太年轻了 好球又给了一个犯规 里员已经是两次犯规了 好一个假动作 还是底线三分球去找这个位置啊 没有好 还需盖帽 对方一个走步 再就是这个二十四秒时间到了 好 里员穿球打中路 没有机会 好 给里员 哎呦 自己把球带漏了 超远三分球 抢篮板 里员又是篮板球 好的 罚球现在不进 哎呦 我的天呦 有投篮机会 他竟然就是打不准 你这 离到这个篮筐远望 近一些走一走啊 对不对 还是太执着了 好 打到内线直接跳投 对方还是继续领先 四十三 四十八 好 打一个三分球 这个球真不错 四十六四十八 还差两分 好球 断掉了对方一个传球 对方是加紧的防守 韩旭漂亮 这个球那是进了的话 二加一 没进的话 是两个发球 看韩旭的两个发球吧 这个首个发球 又给他发崩了 还是两发中 一四十七 到底线 穿球 哎呦 这球没防住 我这球太难了 对方拿到两个发球 四十九 好的 也是两发中一 快速推进 有了 哎呦 三分球没有张如 还要去打内线 一打二 对方又是一个犯规 老师 这么发个前踏球 好 还是高举高打 再回来 你可以往里面再退一步 超越三分球 哎 好球又是一个犯规 对方的罚球来了 这48再来一个 49分 好球啊 四分钟 49比49 低脚三分不中 抢篮板 好推起来 161自己打了 含蓄 一打五 一打五 我的天哪 我们这球咱们没补上 哎 对 防篮太紧了 给了咱们一个犯规 呦 单掉内线没有 好球 他们这个身高上还是稍微弱一些 怎么有优势 来了三分球 这个三分球很给力啊 打进了 51 现在是逆转了两分 哎 还是打底线好 调中路 投了 没机会了 还是抢篮板 还有三分钟 投了 嗯 嗯 满满球 没抢上 怎么站的位置 不是太 不太合理 可以这么说 好 跟防出来 哇 对方是直接投了45度 没有 来 对方 拥有 拥有 对方 可以 有 对方 algam 54秒,又是打平了 好,李源上来了 好,高抛球 1分36秒,又是一个失误 哎哟,接球直接跳脱 好,篮板很关键,这个篮板球很关键啊 最后的时间在这儿了,李源带球推进 哇,还是去抢那篮板球,没抢上 这对方的主教练,很生气的样子感觉 稳住啊,韩旭,这个篮板球发篮 两花中心50 看一下 对,防住三分线,让他进不去 好球,韩旭打盖帽 对方又是一个犯规 把他们这个心态给打崩了 这儿可牛了 李源的发球,43秒再来一个 好,两花中心53 最后这个 43秒,地方交战停比赛回来 哎哟 断的真牛 最后适合来一个抢断 不给对方上来的机会 看一下怎么,怎么将这个时间给他消耗掉 还去中路空位了 一打四,好球,得分 防不住了,韩旭这个球太牛了 最后的12秒 你对方又叫暂停了 图了三下 好了,暂停回来最后的12秒 看一下怎么打 还打三分啊 对方还是寄希望于三分球 没有篮板球 好球 比赛加速了55 51 在客场大逆转获胜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大家对这场比赛怎么看呢 可以在评论区 有点点看法 每天更新精彩的女郎赛事 下期节目怎么不见 不散